季節仁佳傳 Blake Reviewer硬化 喂 sabes 各位同學 大家有安 精神都來了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大家在這個地方 一同学習 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從台灣的東部 三仙台有沒有人去過 有 美麗的地方對不對 到我們那邊拍日出很漂亮 我還以為那個Pyuma號開通之後 票比較好買 結果最後還是買不到Pyuma號 最後還是做菊光號上來 奇怪了 怎麼增加了4000個位置 還是沒有辦法做得到 希望執政以後 我希望秘書長的夢想能夠實現 就是加速城鄉的差距 台北高雄也好到台東的時間要縮短 因為有一次秘書長到台東市 成立辦公室的時候 秘書長只坐一次就受不了 他坐了將近六個小時的火車到台東 他受不了在火車的時間太久了 可是我們這種日子常常在過 我們只要來這裡 我們就要先過這種周車勞頓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時間不能像北部中部這樣 一兩個小時以內可以到達 我們那邊很困難 非常的困難 好 我叫加速 阿美族的名字叫加速 今天跟大家分享 從各國的利益中看到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要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事實上我今天坐計程車 看到那個司機 司機就問我說 你們台灣民政府有沒有派候選人出來學呢 這樣 我說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派候選人 那他在言論當中 他對美國人非常的不諒解 而且仇視 而且不信任 我說今天你要很清楚台灣的地位 美國拿到了絕對的地位 我們所做的一切 台灣的未來如果沒有美國人 親自出來出面 替台灣人解決的話 恐怕我們的未來是沒有期望的 他就開始罵美國了 美國最不熟心喔 美國是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台灣人普遍上對美國人通常 印象中都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但是我想這是一些是情緒上的發言 情緒上的發言 你再不討厭他 你最後你還是要怎麼樣 對 沒錯 還是要拜託人家 好 主要我們要走就是這幾項 未來的國家發生衝突 核心來自於能源需求的取得與掌握 這個什麼樣的能源 油權 魚權 航權 第一個地方就是東海 間隔諸島 就釣魚台 前兩個月比較流行的新聞 南海上上個月很流行的議題 就是中國跟越南的衝突 中國跟菲律賓一直在衝突 為的是什麼 就是油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是中國在東海去年宣告的 防空識別其實就是紅色這個 他們還故意畫到哪裡 畫到釣魚台這裡 這裡釣魚台有一個他們的油台 那個專油平台叫做春曉 就在釣魚台這個地方 故意把它畫到這裡有沒有 畫到這裡 然後跟日本畫的這個黃色 衝突的 衝突 台灣也可以這樣畫 畫上來 以後再說了 好 我們看一下地理位置 日本跟中國領土爭議的間隔諸島位置 這個 這邊 離台灣最近的島是尹納國島 離我們台灣大概110公里 這個180公里 170公里左右 釣魚台 離中國是最遠的 離沖繩也是很遠的 但是沖繩他因為石岩島就蠻近的 跟這邊都還蠻近的 可是離我們台灣是最近的 好 這個是中國 我剛剛講的那個春曉 春曉油氣田在這裡有沒有 春曉油氣田已經很靠近 已經幾乎已經跑到 這個叫青門踏戶 已經跑到人家的家裡面了 中國人也是很過分 為了利益 好 有沒有 這個是中日之間對東海的主張 經濟海義是這條線 這條線 結果他們跑來這裡了 好 這就是春曉油田 現在已經有了 這是已經有的 好 有沒有看到 他們的海間船 就在保護這個什麼 油田 這都是打戰的原因 好 台灣人怎麼看釣魚台 台灣人只看什麼 2013年4月跟日本漁業協定 允許台灣的漁船 可以在這個地方 還可以到什麼 日本的屬地 日本的領土去捕魚 台灣的漁民 可以到這邊捕魚 但是呢 他們又不允許 中國的漁民跑到這裡 連海間船都不行 民間的都不行 好 這是陳文倩的那個報道 民國日報報的 他說不要刺激欺人 談什麼漁錢 中日兩國內部經濟霸權主義壓力 逼著釣魚台主權的 什麼 越來越接近攤牌時刻 中國跟日本爭的是油 只有台灣爭的是魚 這個是專家的統計 釣魚台 只有釣魚台 的石油可以給什麼 中國80年 日本可以用100年 這個應該 這個是他的算算 都是算百兆的 平均給我們台灣人是 800到1600萬台幣 所以釣魚台對中日 比台灣還重要 大家要認清這個事實 你不喜歡 喜歡 已經不重要了 人家看的就是這個 沒有能源沒有經濟 就沒有未來 21世紀 世界強國的概念不是軍事 而是能源 也就是說 他們要增加他們的海權能力 海權的能力 好 這是石油印藏量 這是也是專家的 因為釣魚台被稱為第二個中東 第二個中東 它連天然氣的印藏量 2000億立方公尺 2000億立方公尺 南海200億噸 天然氣1000億立方公尺 為什麼要軍事設施部署 一個強大的國家 對該國經濟利益與海權實力 被視同為一件事情 海權的能力代表著 該國的經濟實力 所以現在南海的國家 中國 日本 中國一直想跟追美國 可是中國沒有想到的一點就是 它在追美國的時候 美國就故意讓日本跟怎麼 跟中國一起搶 也就是 這也是歐巴馬 對亞太再平衡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戰略 所以中國一直想要擴軍 它有錢了 可以買武器了 可以製造武器 就是要的就是 它 以前他們從來不出入的 那個南海 東海 現在 突然間這個南海 東海又特別 好 接下來我來討論它 中國的武力 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入全國家 他們的海權力量比較弱 一直是 一直以來是比較弱 一直有了那個什麼 瓦良隔號 遼寧號 航空母艦 要告訴全 這個是形式大於實質 就是說 我告訴你們全世界 我們是有航空母艦的國家 它將在兩年到三年內 有兩艘的什麼 核動力的航空母艦群 要佈置在哪裡呢 南海 海南島那邊 全艇地下基地 海南島建設 專用軍港 要稱霸南海的祈禱軍 非常明顯 好 這就是潛水艇 2015年明年就要下水 會有很多艘的潛水艇會下水 它會變成一個潛水艇的艦隊 好 我們再討論美國 這是 不是 中國 這是美國海軍情報部門最新的發現 中國在海南省三亞市 建造亞洲最大的核潛艇基地 要部署解放軍最新型的潛艇 也就是說潛艇裡面有這個飛彈 彈道 彈道導彈 洲際彈道導彈就是8000公里 可以達到關島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他們的目的是要達到那個 如果他能夠穿越第一島鏈 跑到穿越走巴士海峽也好 或者是走東海的出入口 侵入到差不多到了太平洋 他們可以直接達到美國本土 好 第二個 日本 日本二戰以後 就一直處在不正常的主權獨立國家 恭喜日本 賀喜日本 天佑台灣 這個不正常的意思就是說 在歐巴馬在4月24號的時候 在日本宣布要解除對日本的什麼 那個國防軍的禁令 這個很重要 他們安倍很努力 就是在4月份以前一直努力努力 要什麼 智慧隊的被動防衛透過修憲轉型成為什麼 可以發動戰爭的國防軍 而且還可以從家裡打到外面 你們聽得懂嗎 從家裡打到外面 以前日本要維持國際間的和平 他們基本上聯合國那邊 或者是美國不同意 他是不能出兵的 他們現在可以了 所以一定要有美國支持 誰叫日本是戰敗國 日本是戰敗國 日本的媒體一直播 中國的武器多厲害多厲害 他們一直否定日本的能力 他們沒有想到日本曾經佔領過他們 中國曾經是日本大帝國的戰敗 那個手下敗將 那我們要講的是這個 那時候秘書長有告訴我們 你們不要看日本 日本他們潛水艇只服役一年 只服役一年 一年就冰起來 每年都有一艘要服役 我來看 這個就是他們那個 蒼龍 剛剛那個是蒼龍 4000噸的潛水艇 我們看這裡動工的時間 2005、6、7、8、9、10 有沒有 我們一年對不對 下水也是一樣 服役也是一樣 一年服役完了就退休 然後到這裡 我們最重點看這個製造商 山林重工、川吉造廠 都是日本自己的那個企業 自己的那個 全部都是製造 國建自製 國建自製 大家絕對不會懷疑日本有那個能力 好 我們再討論美國 美國自中東防恐戰爭之後 2005年轉向亞太建國一套 全球最大的防禦體系 就是第一導鏈 第二導鏈 重返亞太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重返亞太要把地表最強的航空母艦 移防到太平洋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直升機賣給台灣 為什麼要把最強的攻擊戰鬥機部署在日本 這是全地表最強的 哪些是最強的我來看 待會我們再 這些待會我後續會講 這個就是2月24號 這個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看過這個影片動畫的部分 這個是有特別的用意 天皇跟歐巴馬 天皇陪歐巴馬走了16步 剩下的閱兵是歐巴馬在閱兵 為什麼 這是有國際間的一個很重要的禮儀 是歐巴馬在教越日本的那個軍人 這個就是他們共同宣佈 美國總統跟安倍晉三共同宣告 宣告什麼呢 就是要宣告這些 就是這些 我拿了幾個媒體的那個 用不同的角度來去解讀他們講的意思 歐巴馬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集體自衛權 第二個 尖閣諸島 就釣魚台 在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範圍內 歐巴馬也全面支持日本檢討 解禁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問題 什麼叫集體自衛權 待會我會有說明 好 因為反對中國用武力什麼改變現狀 但是中美交往也沒有也不會犧牲美國 以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蒙古的關係 美國也反對任何妨礙日本管轄權的行動 以及反對中國在東海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 這是什麼 這是美國算是第一個總統 直接這樣跟中國嗆聲 你來敢打看看 打日本就是打我 奇怪 美國跟日本以前是敵人 現在是盟友 就敵人又換對象了 好 這是今日新聞的 美國的政策明確的 這個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其實我這樣看一看都差不多 把重點講出來就好 這是獨賣專訪 這個就很 這邊有比較特別的那個什麼 這邊有幾個重點跟大家分享 對中國針對釣魚台歐巴馬說 釣魚台在美國 美日安保條約第五台方位 也就是說任何國家想要侵入到 或者是要打日本的話 美國一定會出兵來幫那個日本打 而且全面支持安倍怎麼樣 集體自衛情的行使 重點在這裡 有人就問他 歐巴馬表示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與日本要緊密合作 將再次扮演主導角色 那個歐巴馬說 我親自來主導這個亞太再平衡的政策 就有人問歐巴馬說 歐巴馬總統明確表示 掉一台釣魚沒了第五條 有人就問 如果中國以武力進犯釣魚台 將視同什麼 對美國動武 當然又有人問歐巴馬說 如果是中華民國的武力進入釣魚台 結果怎麼樣 美國仍然認定釣魚台是屬於日本的管轄圈 所以視同什麼 視同外國武力 答案很清楚了 美國人已經講很明確了 不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者是中華民國 只要侵入到釣魚台的領域 都會被美國修理就對了 所以我記得馬英九先生 他不是最支持釣魚台是台灣的嗎 是中華民國的不是嗎 後來就不敢講了 只敢喊什麼 東海倡議 和平倡議 東海和平倡議 歐巴馬也支持什麼 重新提升日本在東亞地區的 軍事影響力 這就是大國的外交跟國防的政策 他們的重要的戰略 什麼是第五條共同防衛 這個是各地第一國 宣示在日本國政 日本國施政領域下 如果有任何一方受到攻擊 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手續 採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險 就是依照聯合國第五十條 五十一條的規定 這個隨時可以報告聯合國安理會 就可以直接執行了 什麼叫集體自衛潛 當與本國關係密切的他國 遭受到無力攻擊時 即使本國未受到直接攻擊 也擁有使用無力阻止攻擊的潛力 台灣呢 當然是包含在裡面 也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永固案 國防部的永固案 他們每次都騙我們說 目不到兵 其實不是 能不能目到兵的問題 是根本就要 是軍人太多了 因為中華民國不能有國防軍 他只能有什麼自衛隊 12萬人 如果他是被送到 又送到那個 國際法庭那邊的話 中華民國會變成是什麼 恐怖集團 所以不是爭不爭兵 目不目兵的問題 而是他們 在國際法裡面 中華民國政府是 是觸法的 是違反了國際間的一些法律 所以安倍 試圖修憲解釋 允許自衛隊行使 即使自衛隊 就是說他們 可以打群架了 也可以跟人家打架 也可以跟人家打群架 有國防 從自衛隊變成國防軍 所以這個主要是要跟中國嗆聲 你們想怎麼樣 然後呢 他的潛艇不用一年造一艘了 他想造多少就造多少 好 這個是舊軍山和平條約的第五條 主要集體自衛前就是在講的 就是這些東西 國際爭端 主要都是這些目的 我們這看一看就好了 好 我們剛剛講到的 美國要在亞太形成一個最大的什麼 防禦島 那個防禦王 這個是當初是朝鮮 它的無水端的那個範圍 射程範圍 在這些 那它是針對 對這些美國的軍事基地 來做什麼 做假想 做假想 所以 當他們做這個假想的時候 就發現了美國 在日本有這麼多的 陸海空還有陸戰隊的基地 現在台灣是空的 現在 六月份就先進了一批 先進了一批 好 這裡 這裡 這裡有 恒田空軍基地 恒西賀的航空母艦的 嚴國基地 佐世保加首納 普天堅 斯瓦布軍營 這邊就是那個的 然後這邊韓國也有 韓國就有兩萬多人 這是美國 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 說的 這個已經卸任了 新任的太平洋艦隊司令 上任的時候 有邀請我們中華民國的總司令 海軍司令 上將司令去怎麼樣 去參加 那秘書章他們的解讀是說 這個算是已經把兵權還給美國了 算是兵權還給美國了 這就是所謂的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第一島鏈 那第一島鏈當然包含是台灣 台灣不可能 不可能怎麼樣 拿給他 不會拿到這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很多人說 台灣變中國的了怎麼辦 我的同學我的朋友都告訴我 你寧願當被中國併吞嗎 怎麼樣 這個都是缺乏國際觀 不了解法理的 台灣第一 如果台灣被什麼 被中國併吞 第一個跳出來的是 你們知道會是誰嗎 你們知道會是誰嗎 不是 這個 美國 美國 美國只有利益 只要符合他利益的他絕對做 不符合他利益的他就會給你那個 當然現在美國跟日本是很好的盟友 所以我們台灣人都用台灣人看事情 不會很少用日本的角度看台灣 美國的角度看台灣 中國的角度看台灣 你知道台灣 它的地位 說非常重要 它是真的很重要 但是台灣對日本跟對美國 立場跟角度跟利益都不一樣 為什麼是日本會先跳腳 其實這條從南海上來對不對 從非洲中東那一帶要上來 要經過哪裡 是經過台灣海峽 不會有人從這邊經過 所以為什麼日本會第一個跳腳 就是因為這個航道如果被中國佔有了 完了這個整個世界可能要變 日本要去非洲要到南邊 就要走這條路 這邊是一個不確定因素很多的一個海域 而且你要這樣子過來 跟這樣直接下來 光是你的運輔就差很多 就差很多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台灣如果被中國併吞 它可以直接怎麼樣 進入到太平洋 也就是我們的洞口 那個門口已經大開了 讓中國的所有的船艦潛水艇 都可以到哪裡 太平洋 那時候的中國就可以對什麼 對美國嗆聲 說再不多久 我就跟你一樣強大了 美國人怎麼可能會允許中國這樣 我們講說一山不能處二虎 美國人的眼裡裡面 一海不能有兩條龍 所以台灣是在這些國家的眼裡 是不能被中國併吞的 所以台灣人下自己的成分比較多 尤其是 尤其是那個 裡面有沒有民進黨的 民進黨是下台灣最大的元凶之一 下台灣人最大的元凶之一 他們都用什麼 他們抓住中華民國 民進黨不願意放掉中華民國 主要的原因是 他們想要撇棄美國 想不理美國 然後呢 成為一個 用中華民國的名字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呢這樣的一個行為 是完全怎麼樣 為抵觸了 完全無視於美國的佔領 美國打 獨立打把台灣打下來的結果 分給中國流亡政府 結果他們怎麼樣 乞丐趕廟宮啊 其實在1945年的時候 蔣介石被毛澤東趕出去的時候 他們剛來就想把怎麼樣 想要把台灣人全部 不是用殺的 要不然就是用趕的 是美國人不願意看不下去的 就美國人就說你 蔣介石你不要太過分 這不是你的領土 你不要亂搞 雖然他們在開羅宣言的時候 有美國人有那樣的共同的想法說 在美國人的觀念裡面 印象當中台灣一直是中國的 台灣一直是中國的 所以他們在站1943年開羅宣言 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把跟滿洲 因為這邊這個時候 這一代原本都是日本天皇佔領的區域 長一直到南海 所以開羅宣言最大的用意就在於說 屬於人家的領土就還給人家 但是屬於日本的領土不能 不能怎麼樣不能被移轉 所以我們待會我們來討論那個馬關條約 跟舊基山和平條約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證據 證明台灣是日本的 台灣是日本的 為什麼 舊基山和平條約裡面 明定就已經告訴 是美國跟誰簽了這個約把台灣放棄的 誰跟美國人簽舊基山和平條約 才把台灣放棄的 誰跟美國人簽舊基山和平條約 把這個韓國獨立起來的全部都是誰 日本 那有些國內的一些學者想要跳開 舊基山和平條約 想不承認這個舊基山和平條約 但是美國人說No 不能開玩笑 舊基山和平條約的位階等同於美國的憲法 美國憲法的那個權利 美國總統的那個權利 是源自於憲法也受自於憲法 如果說他的位階是相當於美國憲法 請問你一下歐巴馬敢違抗這個憲法嗎 他一定會被彈判 他們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美國是三權分立的國家 他們的司法院一定會想盡辦法 把這個證據拿出來 或是你講錯了一句話 歐巴馬隨時都可以下台 所以這個東西不能開玩笑 跟你討厭美國人沒有關係 美國人就是玩的遊戲就是這樣 他們有自己的遊戲規則 不是用台灣的想法是說 哎呀我們不要理美國人 你能說你不理就不理嗎 阿扁先生阿扁總統 曾經就想要宣佈獨立啊 就那個AIT的處長楊蘇帝就直接跑到總統府罵人 叫他立正戰好 剛叔弟直接告訴他說 你的權力來源從哪裡 你要搞清楚狀況 一句話就把他閉嘴了 那可是這種聲音 還信的人信不信的人很不信對不對 可是這是事實 這是解密出來的東西 好 再來 這是非 美國的戰略就是這樣 我要做就是要做 做到底 日本那邊簽完了又排到菲律賓簽 也就是人家外面這個世界各國說 美國你是不是同返菲律賓蘇比克灣 美國說不是不是我們是輪訪的方式 意思是一樣的 反正要打仗我們隨時在那邊 這是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這個第一島鏈你們知道什麼時候開始的嗎 1945年就開始了 美國那時候的前任的國務簽杜勒斯 這是他把它勾勒出來的兩個島鏈 第一個島鏈是從日本一直勾上來 這是第一個 這個所謂的C型島鏈 現在這個C型島鏈已經勾到這邊來了 勾到新疆 勾到新疆去了 美國人最擅長用什麼你知道嗎 對 譬如說像伊拉克兩億戰爭的時候 美國支持海山 最後他還是推翻海山 這個就是美國善用的戰略 好 美國現在支持什麼 新疆的這些給武器 給那些他們的反政府的那些分子 那你沒有政績你又不能講說他們有 但是偏偏他們拿的就是那種美規的武器 所以沒有政績人家也拿他沒辦法 所以他整個島鏈 那麼中國人其實 中國的戰略他其實對台灣 其實他們中國已經沒有在看台灣的事情 他們一切都是往日本 往美國 這個美系的國家來去做假想的 做假想的 那美國現在一直是要 那個一直在怎麼樣呢 想辦法把中國顧勵起來 美國要扶植越南 為什麼越南在中越衝突的時候 美國第一個時間跳出來支持越南 對不對 這新聞播得很清楚 中國人也拿他沒責 所以整個C型島鏈 他已經變成C型島鏈已經勾上來了 這是第二島鏈 也就是說美國要防堵誰 這個共產國家打到那個 打到美國本土 這個就是 美國部長表示 美國將在2020年以前 向亞太地區轉移一批海軍戰艦 屆時將有60%的美國戰艦部署 在太平洋 各位注意 這個這樣的訊息 不是我們自己創造出來的 確實這就是美國的戰略 什麼叫做60% 美國全球部署的一些船艦 怎麼樣全部往亞太地區撤 為什麼要針對誰 就是中國 針對中國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一方面要解決什麼 60幾年將近70年 最後還沒有解決的台灣問題 之外還有一些經濟上的問題 就是石油的一些問題 這個石油的問題 所以領土主權沒有搞清楚 石油沒有辦法開採 所以台灣的問題 跟這個主權牽扯上的關係 所以必須一併處理 那解決台灣的問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先把台灣 住在台灣的人 也先做切割 住在台灣的人 on Taiwan的 people on Taiwan 跟people in Taiwan 要做切割 要讓世界 讓美國人 讓日本人也知道 讓全世界的人知道說 台灣住了兩種人 第一種人是原本的台灣人 第二種人就是中國人 就是中國人 那中國軍事政府在台灣 現在進行事 他們還沒走 美國就必須要解決這個東西 要不然的話 美國總統可以 怎麼樣直接宣布說 他可以直接宣布 解除美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的一切的管轄 所以中國軍事政府 在台灣 現在是美國交給他們 代理來管轄台灣 他們現在有管轄前 那今年島內 台灣島內的人 再不願意馬英九去見馬 習近平也沒有辦法 因為時間就是這樣一直走 人家美國的進度就是一直走 我們的進度也要一直一直走 我們其實選舉是 就是眷戀中華民國政府這些 這些政治利益者 不願意放掉的什麼 原因就是用選舉 來模糊這些焦點 來模糊台灣人的想法 以為說選舉代表了什麼 民族 事實上 你是說 你說煽動群眾是不是 煽動群眾來推翻 這些人一定會有 那至於說他們怎麼煽動 怎麼群眾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們也不知道 那到底他們是不是也可以拿武器 除非它變成是 因為島內台灣島有一個好處 它是一個島 你要控制它的武器輸入 武器那個 那是很容易被封鎖的 所以基本上 目前中國也好 美國也好 日本也好 台灣這裡也好 這四個方面 現在目前是以什麼 以和平的手段來解決這個轉移 聽得懂嗎 就是說這是美國跟中國 在1972年上海公報 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報 跟1982年的817公報 一直維持的是這個定調在這個地方 兩岸之間要如果要做 要做和那個兩岸之間 國共之間的和諧 國共和和諧 一定要以和平的方式 目前也是走這條路 那你剛剛講的是政治利益者嘛 政治利益者事實上一定會有這樣的心情 那個願 那這個部分 我想民政府這裡有 有它的因應的一些措施 那原則上我們 我們既然是走法理 我們原則上還是以法理為我們整個 那個 那如果說你說有什麼暴動爆炸什麼之類的 應該台灣島內管制上是還好 只要我們現在只是把政權 政權的轉移而已 就是請中國 中華民國 那即使中華民國想走 是自己的利益者不願意他們走 不願意他們走 因為選舉就是一個最好的 那個迷惑台灣人最好的方法 我們繼續選舉繼續選舉 現在還在談什麼 2016年的選舉 有沒有2016年我們不知道嘛 這要看我們整個進程 如果說美國總統 明年就直接宣布說 那個 台灣當局 我們已經交給台灣民政府了 整個就變了 就只在於承認 如果要不然你 其實美國也承認台灣民政府了 但是他還沒有公開宣示說 我們已經承認了 因為這個牽責到晚霞前的一個 因為你拿到晚霞前 很多事情要來可能像碎之類的 全部都要一併做處理 所以這個 不是說我們一兩個人三四個人 這個要很多的人來共同去 去完成這個部分 那有什麼問題 這個因為這個問題很廣 所以可能你要找更多的人 或者找秘書長 找一些人來去答覆你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已經脫離了我的範圍 OK OK 好 加首納基地 加首納基地 被美國稱爲什麼 美國的英元 亞太的英元 因為是因為它的地點 剛剛好就在台灣的上方 重點是在這邊 2010年5月 部署12架最新銳的什麼 隱身逆中F22型戰機 這個是目前被人家稱為 地表上最強的什麼戰鬥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畫面 就這個 現在這個版本 這個型連中國也在模仿 中國現在在研發第五代戰機 叫做千三十一 現在他們的航空母艦起降的是千十五 後來他們又研發一個28 然後現在又說人家已經到了第五代了 又什麼 模仿它的型體 也是做酸引起的 跟這個F22非常的像 來 我們來看一下F22的起飛 我再跟大家講F22厲害在哪裡 好 如果是客機大概這個已經墜下來了 那個上次澎湖那個 就是也是搞這個 就是它的仰角太大了就 推力不夠就掉下來了 這是他們的編隊 其實F22是這樣 F22它是一個 應該算是五代 第五代最新型的21世紀的飛機 好 我們看這裡 它比F15 F15是什麼 F15是蘇聯 蘇俄跟中國 中國的千十五 它是從蘇凱二十七去 跟蘇凱二十七是一模一樣 只是說他們用他們自己的方式 那F10為什麼是 我要講F15 因為那F15曾經是 在二十幾年前 二三十年 它是最頂尖的飛機 結果蘇二看到的時候 我們要做 我就防你 我要跟你一樣厲害的 我要再造一個 比你厲害一點點的就好了 他們就造了蘇凱二十七 然後蘇凱二十七就變成 中國的千十五 那你看他們的耗損比 二十比一 它的那個損耗的那個 那F22它的那個特點就在這裡 特色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它的維修人員減半 它二十年中它的維持費 比F15少五億美元 就是一百五十一台幣 以蘇凱三十七的虛擬戰鬥中 F22和蘇凱三十七損耗率是十比一 也就是說他們在模擬戰鬥 F22損掉一架 會損把什麼 十架的蘇凱三十七打掉 好 這樣講可能大家還搞不清楚 我們台灣的空軍就好了 我們講我們有F16 我們有幻象對不對 我們有IDF 現在還有還沒有退休的F51跟F5F 現在變成是那個訓練 訓練用的機器 飛機 我們的飛機全部加起來 可能還打不過它一個中隊 也就是說它的整個未來的空軍 空對空的戰爭是你還沒有看 你肉眼還沒看到人家 你已經被打下來了 為什麼 因為它可能在一百五十公里處 就已經把你鎖定了 那蘇凱F22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可以同時就是瞄準三百個目標 它可以瞄準空中的也可以瞄準地上的 那也就是說我一個中隊出來 我就這樣連續飛就好了 大概我們可能就會有點像那個什麼 那個美國打伊拉克一樣 可能還搞不清楚狀況就已經被炸掉了 我們那時候做 我們有三分鐘警戒跟五分鐘警戒 我們還在警戒人家已經打過來了 也就是說你根本對這種飛機沒有作戰能力 等於是等同你就作戰能力 也就是說一個F22的中隊 它的戰力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戰力 大概這樣子可能會比較清楚 這是蘇凱37號 這是雙發動機的 所以他們飛機都長得很像 都是雙直尾次的 好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高出擊的情況下 在F22在15分鐘內可以進行一次出擊 我們台灣的F5 F16也好 幻象也好 至少要45分鐘到90分鐘 因為還要掛彈 你要出來打仗的話 你要相當長的時間 你要加油 你要換輪胎也好 那都是人工的 我們都還是停留在 因為我們是屬於 我們是屬於還在三代的階段 人家已經五代了 大黃蜂就是這次去炸那個什麼 那個伊斯蘭國的那個是大黃蜂飛機 F18 它那是屬於四代的那個飛機 我們還在三代 還有目前的空機是三代 所以人家15分鐘就可以 就可以起飛再出去打了 我們不行沒有辦法 你還在地面的人家已經上空了 他整個都模組化了 非常的快 他們的速度 他的作戰能力非常 而且我們以中華民國戰機的維修 代修 代建的狀態非常嚴重 因為都是美國來的東西 法國來的東西 我二十幾年前我在空軍的時候 妥善力能夠達到六成就很偷笑了 所謂六成就是你十架飛機 只能飛的有六架 能夠打仗的可能只剩下三架 這個是真實的 而且我們很多起那個什麼 掛那個派龍有沒有 那個飛彈的那個掛架 十枝可能有四五枝都是不能使用的 那是好看用的啦 我們掛那個什麼 遊戲根本就沒有掛線插上去也不會發射 就是好看的 能夠有佔力的不多 真的有佔力的不多 那F22就是學我們這個 台灣自製IDF的那個S型通道 那個進氣道 其實台灣研發能力很強 像我們中科研在二十幾年前 就已經拿什麼 我們那時候F5A是淘汰的飛機 我們那時候使用的F5 我們F16還沒進來的時候 他們已經可以讓一個一架飛機 無人沒有人囉 就這樣起飛 然後變成什麼 讓那個其他的飛機當作靶機 他們現在講說無人飛機無人飛機 我們是拿真的飛機 戰鬥機去飛 你看很厲害 那個中科研其實我們製造能力還滿不錯的 還滿強的 台灣人的精神好好的發揮一下 其實我們會創造很多世界第一 台灣人加油 這個就是他們的比例 F22 比F15真的是好太多了 好太多了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就是他造價太貴了 目前的價錢是這樣 4億美金 因為F35原本也沒那麼貴 F35當初是說8000萬美金 日本跟他買8000萬美金 搞到現在也變2億了 日本人受不了了 目前是4億 將近4億 3.39億 這是單價 那個我買下來 不得了 光是那個維護就 嚇死還是給美國人看 顧那個國防就好了 這就是未來美國的重要基地在這邊 嚴果他把所有的那個什麼 那個集中在這個地方 好 嚴果基地 現在嚴果基地就是大黃蜂 我們現在作戰的 都是這些 就是這個 它是空對空 空對地 全天候的 這是英國 唯一的英國賣給美國的飛機 這個就是直升的 為了這個 美國自己研發了什麼 F35 就是有這個功能 F35 這個就是運輸機 這個的特色就是 有沒有 它原本在上面對不對 有沒有 90秒它會變成這樣 這樣的 跟這樣的 速度就差很多 速度就有相當的差別 速度會 航程也比較遠 好 這就是F35 這個也是第五代的 這個明年開始 澳洲買了100架 日本買了40 50架 60 本來60架又少了8架 後來美國又跟日本在談 談談談談談 美國說要不然你們原裝的6架 就是美國自己做的6架 剩下的38架 全部要交給日本做 因為日本就直接嗆 跟美國嗆一下說 我們日本做的 會比你們美國原裝的還好 你們相不相信 絕對啦 日本人的精神 絕對是會 美國人還是 是有點醜陋一點的 日本人只要是日本人 拿回去自己做 這個不得了了 這個 我們看一下F35 F35有三種機型 它有直升的 有入海空都可以使用 所以美國未來 全部都是用這種的 這樣在航空母艦上面 這樣在那個航空母艦上面 這樣在那個航空母艦上面 然後可以短跑到起降 它就是起飞 它可能只要几百公尺就可以起飞了 有没有 一下子就起来了 这个机型 这是小型的F22 F22是双发动机 它也比较小 中国的1031就是他们的五代战机 就是模仿这个 它只是人家一个发动机 我就用两个 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 现在世界武器 可能就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在比较 中国人说我们的武器也不错 他说我们要跟美国去争什么 武器的那个什么 出口国 那台湾可能迟早也会有这个东西 迟早会进来 这个F22 这个算是机密 已经在常常会驻留清泉缸基地 我听了我都不相信 那我calling F22 这个是律师长跟我们讲的 有两架在台清泉缸 所以美国军人早就进来了 他不会告诉你说我们进来了 因为美国陆战队进来 从高雄进来 进了左营 我们完全都不知道 那个是用那个是什么那个 那个CIA的 就故意给你资料了 然后就把你封锁掉 我们知道可能看到的人可能不多 就告诉你说我们已经来了 是美国人做事实在是 不能用我们的逻辑去思考 还有那个P3C P3C我们的空中疫情机 美国人在开的 不是给台湾人开的 开下来之后美国人就躲起来 中国人就 台湾人就上去 我们的P3C已经回来了 这种很多军售东西 都不是我们国防部要的 都是美国硬要给你 你要不要 不要啰嗦 像那个Apache 有没有 那个攻击直升机 从来就不是在国防部的选单里面 我们空军的选单里面 美国说你给我硬要 后来我了解以后 好像不是给我们飞的 是给他们自己飞的 都是给他们自己飞的 美国有没有 2400架要取代这三架三层飞机 A10攻击机 F18 CD F16 全部要被取代 而且F35是逆中的设计 逆中设计 其他的国家有 意大利 英国 荷兰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已经服役的有100架了 这个将为是美国的主力 F A B C 我们刚看到那个是B 美国空军用的是A 美国海军考虑用的是C 舰载型的 可以这样取将的 好 驻日美军沿国基地战略地位 对于日本与台湾之间的中心 在亚太以由日本为首的 岛链阵线中平衡中国 美国也担心日本太强大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 卡一下 所以因为他们知道 日本要变成一个回归到军国主义 他们最需要的是台湾 因为日本有了台湾跟没有台湾就差很多 台湾以前是他们的国境之南 在日本大帝国的国境之南 好 我们来看那个 这就是那个基地 太平洋有这么多都在我们附近 有这么多有没有 太平洋舰队有没有 好 你们看到这里 1979年猜测的 美金学防台湾司令部 1979年猜测台湾沿山 好这个是夏洛特号的潜水艇 这是美国频繁强调 未来空军跟海舰有60%的兵力 在2020年布置 F35跟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是 2015年就要来太平洋 他重点是这个 美国加强对亚太军力部署 是以所谓人道援助一类的民意 立场去跟我们什么 有意气同工之效的什么 跟本土台湾人空告美国政府 亚洲有什么人道的问题 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有人有台湾人告美国政府说 用人权告了美国政府 用人权告了美国政府 我们告美国政府是用什么 台湾国际地位 与台湾人权保护的诉求 所以这么 这么简单就可以来到亚太 再做平衡 这美国人也是想一些 比较好一点的名词 想不出来就只好用人道援助 好 美国一直提出 美日安保条约覆盖台湾 这个很早以前就有的事情 可是台湾人 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牵动到了 这个中国的问题 跟中国和民国的问题 大家不讨论这个 就是一直 我后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媒体 从年初到年尾都是讲选举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 对啊 我们没有别的事情了嘛 我们没有国际间的 我搞不懂 好 我们先下课10分钟 各位童心 这里注意一下 有没有人在厕所或厕所附近 捡到3000多块的 如果有捡到的话 麻烦交过来我这边 好 谢谢 休息10分钟 下课休息10分钟